通货膨胀打乱了国家财政算盘 单单是今年的补贴计划就大幅超之 预料全年会突破800亿令吉 即便原油和原棕油价格高企 可带来高达100亿令吉的额外税收 但是也难以结长补短 尽管如此财政部长拿杜斯利东郭扎鲁今天辟谣 强调政府不会削减补贴及惠民援助 我国的经济增长也被看好 国债不会不堪负荷 因此向斯里兰卡宣告破产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政府大开水后 透过补贴和社会援助对抗通货膨胀 根据财政部长东郭扎鲁 今年的补贴总额预料突破800亿令吉 比年度裁案的310亿令吉预算高出2.5倍 当中包括煤纳入裁案的鸡蛋肉机和电费补贴 与此同时 使用油补贴已经超过40亿令吉 而汽油、柴油和液化天然气补贴 估计高达373亿令吉 至于其他消费品 预估达到97亿令吉 这三种补贴的数额估计是去年的两倍到九倍之间 尽管如此,今年国库有进有出 惠民援助也不会因此打着口 东姑扎鲁今天在下议院乐观表示 我国经济复苏势头超出预期 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料会比第一季的5%更加强稳 此外,政府采取重新评估的策略 审查各项奖业及补贴计划的成效 并会研究开源截流的方法,承担下半年的额外补贴 至于针对性燃油补贴机制 东姑扎鲁透露目前处于测试阶段 他承诺新机制一旦上路 政府会分阶段落实 避免造成突发性通膨或影响经济增长动力 在部长提问环节期间 巫统奔真国会议员纳都斯里阿莫马斯兰 提出国债可能不堪重负的隐忧 这名财政部前副部长指出 社交媒体谣传 我国会走上斯里兰卡破产的后路 对此东姑扎鲁异口否定 东姑扎鲁补充 基于偿债比率远低于其他先进国 因此我国提高债务水平的能力有限 去年我国的偿债比率达到16.3% 今年估计超越18%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